所以如果你持境界 持这个经经的戒律 它就是培养你的心 不偏差 可以止恶防飞 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所以这持戒的功德是非常殊胜的 有人说直接绑手绑脚 哇 信你们佛教 这个也不能吃 那个也不能做 很不自由 你不知道 你现在认为的不自由 将来都是你解脱的资粮 你解脱的要件 那你现在认为的自由 那种放逸 那都是你的三恶道 或者地狱的业因 你现在就不会判断 所以能够了解这各种的利害关系 才能算是有智慧的人 所以在许多的经典中都有记载 这一切的有为善法中 说佛像 造佛塔 印佛经 那功德是很大的 就是你很会印佛经 说佛像 造佛塔 而是你破人家的戒律 故意去破坏人家的沙弥戒 比丘 比丘尼戒 八观这些 故意去破坏人家 你就再会做印佛经 放生 说佛塔 你都不不过来 这是很严重 我们学佛 有的时候不能学得 喊喊呼呼 像这个差别 差别性 你要清楚 要知道 在相续中 要能够知道这样的轻重 它是有差别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